接下来请听文学四季 一个人的书房 两个人的沙发 还是全家人的客厅 无论你在哪里 周六的后五茶时光 来一场温暖的文学回旅行 教育广播电台与趋势教育基金会 邀你一起畅游文学四季 勇闯古今中外最迷人的文学小宇宙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学四季 我是黄碧端 上周访问了苏来 他跟我们分享了 他的一些文学跟音乐的经验 这周我们待会儿再找一个话题来谈 苏来要跟大家先问候一下吗 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 我是苏来 苏来离开台湾已经超过十年了 差不多 整整十年以上 当然你在国内的时候 似乎也曾经有比较庞大的计划 但是可能在我们整个的宁歌 或者是这种比较抒情的歌曲 逐渐在一个相当反复的或商业化的社会当中 也慢慢变掉了 所以你可能觉得那个时候 也有一些挫折是不是 其实我在上集节目里头 我们提到说 我们不管在哪里 我们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 我常跟大陆朋友讲到 就说 哎呀 我那个成长年代就是一个文学的年代 因为报纸只有三大章 有一章就是复刊 所以作家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非常的重要 我成长的背景里头 我们常常不是以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或金钱去看他的成就 比较多的是形而上的部分 对于作家的推崇 很多人不管他有没有写东西 其实我就觉得 他是潜在的一个文艺青年 只不过我这个文艺青年 后来我碰到了民歌的潮流 在民歌的潮流来的时候 其实我前面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 我上回讲过 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写稿 当然更小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就投稿 国语日报 那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参加的那个社团 当时我在中兴大学 法杨学院 我们有个很有名的合唱团 叫新生合唱团 我也曾经就去参加那个合唱团 可是那合唱团呢 练唱的时间很不小 就是午睡时间 所以我去混了一个月 我就决定我不要去了 太累了 因为每次都是 最小睡觉的时候就要去练唱 但是社里头 有很多那种唱歌的声音 我参加的编辑文会 其实就是一些 很有才气的文艺青年在里头 文艺青年在的地方呢 一定会有歌声 所以就有人会唱这个歌 唱哪个歌 唱这个民谣 唱哪个民谣 有时候我看别人弹吉他 能够那样唱 我也羡慕 所以到了大二的时候 有一年呢 我就花了几百块钱 买了一把破吉他 发奋在暑假 练到那个手指 就长了见 又脱皮 终于把四个和弦 还有一些歌什么 同辈有那种练到 整个手指都发黑的 对 然后我们的歌本都小小一本嘛 那个弦啊 那些 那时候民歌的风气是 第一波 就是扬弦之后 然后陶晓晶小姐 在中广的节目里头 开始开辟了专栏 所以让大家可以去投稿 每个人都可以 有机会把自己的歌 发表出来 所以我的第一首 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的歌 是我大二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哎呀这样的歌都可以播出来 为什么我的歌不能 我也来写写看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不要让你觉得 这是一个多么难跨过去的一道 对 所以我后来碰到了陶晓晶小姐 我就跟她说 我说陶晓晶的节目 很了不起的地方是 你不是一开始 就把门槛放得那么高 虽然你的品位有那么高 可是你觉得任何可能都可以发生 所以你不以自己的品位 来决定这节目中 要容纳哪一种标准的歌 所以那个年代 它没有标准 它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标准在那里头 所以我们都是从一开始 刚才写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那种 乐理的观念 都是从经验中去摸索 所以很有趣的是 我作曲做了很久 其实对于成名的 有一天呢 我就结结实实的 去把和声学拿出来看 一看我发现 这里面讲的不就是 我正在做的吗 就是你自然的 就用你的耳朵决定 你要写出什么 对 所以和声学 作曲学 无非就是这些经验 归纳跟整理而已 我也不能脱离那年的影响 所以我成长的过程 社会上有什么呢 就是云门舞集刚出来 亚因小集 这是所有的这种青年里头 各种文艺的东西 然后不管是亚因 或者是云门 或者是民歌 其实都有 或蓝灵 对 其实都在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从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 去寻根 包括那时候的乡土文学 对 就是在寻根 其实60年代 走到70年代 80年代 基本上就是一个 想要认识外面 想要把人家的 叫做现代主义的东西 能够搬进来 然后走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说 我的传统在哪里 对 又回归传统 对 所以我们每次讲到 我们民歌的起源 就会提到李双泽 李双泽在丹江大学上去 他就一手拿了可可可乐 然后说 我在全世界歌里 都听到英文歌曲 为什么回到这里 我们还要和可可乐 还要听这样的歌 难道没有自己的歌吗 所以民歌一开始里头 就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写歌的前面 其实不断在做很多实验 我听到一些好听的 大陆民谣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歌 怎么那么好听 可是它的曲式 完全跟我过去的 接受的曲式不一样 跟我们台湾的歌谣不一样 我就去拆开 分析它的曲式 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的功课 这个功课做了 都会反映在我后面 所做的实验当中 比如说我的 比较有名的歌曲 像《乐琴》 我其实用了 我们台湾的 《寡意调》在里面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 也提到说 为什么每次 那个胡豆腐碰到我 就说 你这个乐琴要唱台语版 因为 它就是一个 很台湾的东西 而且我后面 有些尾音是会拖一下 有的歌仔戏 或者是像横春调 它是会这样子卷一下 这个都是我在那时期 所做的实验 比较成功的东西 但有一些实验 是我后来放到 跟蔡琴 李建福 李寿泉 金铁章 徐乃胜 还有我们六个人 成立一个叫天水月集 从天水月集到 后来只出过两张唱片 一张是财拉可汗 另一张是 讲台湾的这些东西的组曲 我们在里头做的 比如说有一些大陆的朋友 听到我们那样的 那么具实验风格的 交响师一样的编制 去做出来音乐 像我写过一首歌叫 武松打虎 用了很多打击乐器 还用了唢呐 他们非常的惊讶 实验性这么浓 你们什么时候做的 我说三十多年前 都没想到 三十多年前 你们就做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整个大环境 就是我们在寻歌 我们从来不把那个格局 放在只是一个流行歌曲里 对我想明歌的意义 跟群星会时代的东西 最大不同就在这里 因为它起于校园 对 我想它起于校园 是最大的因素 所以起于校园的这些 这种探索 对它的态度不一样 探索本身是一个 最重要的态度 对而且每个人 都是潜在的 一文青年 碰到这个题目 就被激发出来 所以他就想 可不能还有别的东西 那我可不能跳脱 或者从西洋歌曲里头 去取经 先是模仿 后来做创新 后来当然我个人 也出了很多张专辑 可是我回头去看 我就觉得 哎呀真不错 我们那年代 就做了这样的东西 三十多年后拿出来 大陆的音乐界朋友 听得还是很拜服 可能从这里 会对大陆 在这种流行音乐的发展 会看见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过程 或者说我们随着社会的开放 很单纯的就想要表达 不管是抒情啊 或回顾啊 从传统去找材料啊 或者是已经跟外界 毕竟台湾跟国际 从来没有切断过 所以从外界得到的养分啊 这些都做了一个 很好的综合 我们如果用同样的一个过程 去看大陆 欠缺一个 也让他们的校园民歌 可以发展的一个环境了 就是他早期接受 很多港台的歌曲 所以他们也搞出 在80年代之后 90年代左右 他们也搞出 自己的民歌的东西 那个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我会比较觉得 就是说 因为他初开放的时候 大陆真的是一穷二白 对 那么在那个情况下 少少的这些 能够进去的人 也许是刚刚开放 探亲的老兵啊 或者是海外回去的人 大概最容易的 就是带一个小的录音机 然后两卷卡带 这个卡带很可能就是 邓丽君 当然也可能再加一本书啊 可能是三毛啊 琼瑶啊 是这些软实力 进去用最简单的方式 慢慢把当时文革过后的 这些人钢铁一样硬的心 慢慢软化了 回到一个比较一般的人性来 其实对他们 后来也要唱自己的歌的时候 绝对是有影响的 可是他们似乎起步 比较显著的 反而是从摇滚开始 是不是 大陆的 不要说音乐 它整个的艺文的东西 包括艺术的东西 就最可惜的就是因为 我常跟大陆的朋友讲 我说台湾的幸运的地方 是台湾没有文革 我觉得文革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对 不但没有文革 相反的就是说 我们因为知道那边的文革 对文化摧残这么厉害 格外觉得说要保存文化 所以当然也是政府也有意识的 像文化复兴运动啊等等这些 但是你刚刚说要写毛笔字啊 多多少少都有关系 我成长的时候 四书都是要背的 对 对 我后来在国外念书 跟这些美国同学提起 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他觉得说 如果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啊 也一定要去好好背一些classic 拉住 对 他一定觉得现在丰富很多 所以我觉得两岸在这方面来讲 真的是很幸运的留一个海外孤岛 把这个文化的香火保存下来 对 所以我在大陆各地旅行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类似荒谬剧场的感觉 就是说明明你就长在苏州 然后我们去看卓正元的时候 我可以读懂牌匾上的字 而你读不懂 上面是繁体字 所以他们这个简体改的 我觉得本身也很荒谬 当时也料不到说 后来像电脑输入字这么 他根本不需要去做那个简化 但是即使要简化 因为汉字其实在一两千年的过程当中 改变也很多是简化了 我们手写的时候也自动地写了很多简字 这个简还是有它的脉络 对 可是它的简有一些就完全不讲理的一种简法 我觉得那些真的要回归回去 不然的话 对他们自己传统典籍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便 所以我觉得两地的这个所谓的民歌的部分 大陆的民歌的发展跟台湾很大不同 是台湾当时那样的环境里头 它在寻根 寻根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 有的就在舞蹈 有的就在音乐 有的可能在绘画 有可能在文学小说这方面 可是大陆不是这样 所以你去看民歌时代写出来的东西 他从一开始 杨贤开始就是诗跟歌的结合 全部都是文学的底子在下面 即使到我成名以后 跟我同代成名的很多人的作品 我回头去续续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也会恍然大悟 这里头其实对文学的底子 没有这个底子 他写不出这个歌词 你比如说梁洪志的一些作品 他必然也深受现代诗的影响 所以他用的意境 他的文字的修辞 都有那个影子在里头 就是这一代民歌的人 写的东西不同 因为我们毕竟是看报纸三大章过来的 而且也许会这样说 就是说各种艺术 真正要发展到一个境界的时候 他背后都需要一些文学的底子 林怀明也是很好的作家 写非常好的散文 小说 胡孝贤也是读了非常多的文学作品 吴念真也是 就是说当你要把你自己特别有兴趣 那一桩艺术真的发展到一个高度 你背后需要的一个资源 一个养分 其实恐怕都得从文学来 那我们时间到这儿要先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听众我们回到文学四季 我是黄碧端 刚刚我们跟苏莱聊得很开心的 是她自己很多创作的经验感想 当然也聊到她现在 在大陆音乐的发展 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路 你在北京住了十年 这十年当然观察到大陆上的发展 那是非常的剧烈 不只是大 真的是在北京 我想北京跟上海都看得出来 那么尤其在文画面 它的一个呈现的这种角度会更多 那你自己真的是有多方兴趣的人 我看你光是做你的点心就不得了 我想一个人花那么多的精力 把这个美食做到一个境地 真的也是很大的一个功夫 当然我想你也花很多时间去看北京的各种文化活动 音乐的美术的或者是历史的呈现的等等 所以谈一下你对于北京的文化的观察 其实我去住北京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去算一些命 紫围斗数或八字 从来没有一个算命的时候 我会去住北京 当那个契机到来的时候 你就不可挡 我在04年03年决定要退休的时候 我其实有几个选择 我选择住北京 当然是因为以前我在中广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去那 然后我在之前我没有去看过他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很喜欢民史跟青史 民青的历史我多了比较多 所以我第一次进北京 到故宫一进武门的时候 全身起鸡皮革打 我对于这个城市是有一些感应的 可能因为我很喜欢历史 所以有些感应 所以后来要退休的时候 我就决定去住在那 当然我退休的年纪比较早了一点 对 你说年轻老讲退休 我也觉得 就此理 所以我到北京比较多的日子 其实就是读书 所以像以前就常去琉璃场 去逛一些古籍书店 像有一些那种古籍 他们是横排版 我都看不惯 那有些古书 你一定要看树排版的 我们这种直排版 我才看不惯 所以我到了北京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时间 大量的时间 那我做了比较多的事情 是我读各种的杂志 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因为当时我觉得读杂志 是我理解大陆的发展变化 最可靠的一个方式 在大陆的报纸 因为它是可能影响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报纸的审查是比较严格的 它对于杂志的审查 是事后审查 我就发现 它杂志一个专题 可以做到那么棒 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去调查 然后去写 所以我透过各种不同的杂志 文史的经济的各种的杂志 包括有Fashion的各种杂志 我可以知道它很多的面向 它的很多的正在发展的东西 而我去的那个年代 正好是大陆变化最快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大陆其实在08奥运之前跟之后 非常不一样 对 然后我正好是05年到 05年到了时候 离08奥运就生了三年了 所以整个城市到处就叫China 大陆的朋友就把China 就直接把它翻译成China 就China 对China 就到处都在拆 很多很可惜 很多这个胡同什么东西 然后我个人的经验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的是 北京与我并不是那么陌生的 我刚前面提到我的伯父是在神学院教书 我们都是台南人 但是我的伯父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去投靠了我的四叔公 他在北京念了燕京大学毕业回来 就是在台湾光复以后 他就回到台南 后来回来一两年后 他就进入了台南神学院 去教这个宗教文化史 那后来他也出国去留学 去日本去英国 所以我小时候就在我祖母的柜子里头 看到北京的照片 我伯父在颐和园长廊拍的 在那里拍的这些照片 所以北京对我来说 他既神秘可是又不遥远 等我亲自到北京的时候 北京其实离我伯父那个年代 已经是千变万化了 整个北京城墙是被拆掉的 我去又住在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 我都把它比弥成就是顶好市场 因为台北的发展 是让西门町往东走的 先走到了顶好 顶好市场刚盖起来的时候 那附近其实以前都是稻田 最后又发展到了信义计划区 北京很妙 他也是 他的CBD是朝东 一环二环三环这样 而且他的CBD就在东边 他是往东边走的 先有国贸 后来又有华贸 现在要到通州去了 他要把市政府那些东西都搬到通州 他是朝东走的 那朝西他走不了 我们朝西就进入海里 他朝西就到西山 就被挡起来 所以我去的时候 他很多东西在积极的变化 开始有钱 有钱到很多地方都沦陷 就艺术品 当我去看一个画展的时候 没有人在讲 这个画是怎么创作的呢 这背后 都在讲他的价码 都在讲他能升值 那最明显的例子 是我到琉璃厂的古籍书店 古籍书店应该卖的就是古书 他有一些新版的 新印的现装书 那这个都限量的 他可能就印一千本 很多的进入图书馆 或私人收藏 可是我到那边 看这个书 看这个书 他会跟我推荐的 那么老的店员 跟我推荐的 都不是跟我讲 这个书印得多好 这个书的内容多棒 都跟我讲说 你买这个书 不会错的 这个书能升值 对 真的是 人听了有点张心 那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变了 对 流离场可能可以 当做一个指标 就看北京的改变 对 但是如果你都这样 看北京也不对 他有时候就在一些小地方 就会出现在文化的 底蕴的内涵 让你想不到 那所以 这个城市 我只能说 它一直在做各种变化 因为它要适应 它急剧的发展 就好像小孩 有一些新的自觉 会出来 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台湾人 永远是缺那个自信 我们台湾几十年下来 我们的永远就是 论自己的不足 觉得自己的玻璃 很难说 台湾毕竟走过了 经济发展的 相当好的一个阶段 所以其实是有机会 建立起相当的自信 那这种自信 从今天回头看 我们前面觉得说 台湾即使是庶民文化 庶民文化就很丰富 正主于外来的人 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 其实是非常频繁地 接触很多各国来的人 都喜欢台湾 而台湾人对这点 是有自觉的 虽然很喜欢引用 人家说的最美的风景 是人 好像很开心 事实上自己对这点 也是有自觉的 所以 这个还是大陆人说的 这是大陆人说的没错 但是同样的感觉 可以在各国的人身上发现 所以这是我们 很可以骄傲的地方 这样的一种可骄傲的性质 是在失去 我觉得 大环境的改变很可惜 我最大感触是 我住北京十年最大的收获 不是认识北京 是认识台湾 正因为我离台湾有个距离 所以我可以 用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世界 视野 回头来看它 我就更清楚明了 我对台湾的这种爱是什么 所以我在06年还是07年的时候 印天下杂志的邀请 当时他们好像创刊20周年 他要我以台湾为题 这题目其实很大 去写一首歌 第一句歌词就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 我犹豫了 那这个就是 其实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常被朋友问到的 大陆的朋友说 你们台湾有什么好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开放两岸 就是我们可以去 他们还那时候 还没办法这样来 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头 仔细地回头再来看台湾 当然如果你看到 台湾的媒体的报道 你可能会很忧虑台湾 可是我每隔半年 回来一次的时候 我发现不是这样 都会让我看到一些小惊喜 变化 就算这十年的台湾的经济 好像没有以前的好 可是我都会看到 市面上有些过去 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有形的 有时候是无形的 是因为你住过这片土地 你知道它哪里在变化 哪怕它只是一点一滴 这个可能跟我们这几年 比较自觉地 在发展一些创意的东西 然后我会把这个变化 拿来跟大陆 再做一个对比 那这种对比里头 我就会知道 那正如有一些 人可能会一边倒地说 台湾一定好 那我不是这样看 因为有时候 大陆有时候三步并两步 他就先跑到那儿 他有些东西做得也不错 所以我也有机会 就是住到北京的时候 我在一个中间看两边 这看两边 我都必须要很客观地看 所以当我认识到越来越多大陆的朋友的时候 我常跟他们说 其实台湾能够走到现在 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地震跟台风 你不知道地震台风里头长大 你不知道那个锻炼是什么 一种心智的对各种变化的锻炼 另外又是我们的历史的传承 我们没有断过这个 对 历史没有断层 这是我们最幸运的地方 大陆不幸的是 他曾经不但是断层 而且是人为的巨大的断层 再有就是 他从那个断层 而且真的是相当一穷二白的情况 在太短的时间忽然走到经济高度发展 这对人性来说是一个太大的考验 而经不起考验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信仰 有没有信仰 台湾有信仰 那大陆没有 大陆就是说 你看我去那十年 我碰到那么多 有的是官员的身份 有的是就一般交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共产主义 就是他们突然进到改革以后 他那个原来的幻想破灭了 因为整个文革就把这个东西都弄掉了 对 而且曲头没有神明 所以他们剩下就相信钱 论断人的成就 就是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钱 对 这是跟台湾很不一样 很不幸的地方 这个话题非常值得再好好的聊 但我们今天得停在这 非常非常谢谢苏来 今天的文学四季跟苏来的对谈 就先在这儿告一段落 各位听众不要走开 我们下面接着还有文学的题目要谈 我怎么看看 我相当下来的文学的总统 只要是一个小节目 我怎么说 我们下来的文学的字幕 engines温暖 都很不幸的 我怎么看 我们先在这儿告一道 您好看 我们下个小节目 因为大伙子 都很懂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